是要去半導電視台 參加就是一個駭客室 然後駭客室是跟媒體相關 所以中間每個隊伍大概有15個 隊伍產出的東西 全部都是一些Open Source的工具 然後是給媒體用的 所以想說就是感覺蠻相關 所以分享一下 所以這個 這個半導電視台 它其實是中東的一個媒體 然後他們其實蠻 就是他們是一個蠻國際性的媒體 那他們主要是電視台起家 他們也做很多 就是網路啊等等的發展 然後他們就決定要辦了一個 就是他們第一次的駭客室 然後滿大手筆的 所以他們全世界 就找了大概八到九十個參與者 那這八到九十個參與者來自四十個不同國家 然後他們每個參與者都包 飛機住宿 然後就是簽證啊 所有的費用 然後每天旅館他還給你兩千塊 有利用錢可以花的 然後所以 在這個駭客室裡面 大家其實就是來自於蠻多不同的國家 這些連結我都放在駭客上 所以大家想看的話 可以上去看 所以來自於四十多個不同國家 然後就是真的蠻多蠻多不同的人的 然後你可以看到 把我切掉 沒有你沒切過去 你切過去 剛剛沒有 剛剛你沒切過去 是因為他是用鏡像的 喔 對不起 沒關係 好 所以剛好OK 還是因為我這邊沒有設鏡像 你可以切到剛剛那個 然後我 比方我這邊是鏡像的 所以他應該是看到 所以 對 不要不要不要 我覺得 我不要幫忙 等五秒鐘 OK 好 那我重來 所以半導電視台 然後半導電視台 是就是一個 就是致命的媒體 然後這一次 他們就是選了 就是一千四百個 有一千四百個人申請 然後他們選了 就是大概八十個人 就去卡達 那從大概接近四十個國家 所以就是參與者的那個國家分部 然後 然後 所以 他們就是這一次 除了參與者之外 他們也花了蠻多錢 就請了一些不同的那個 sponsor 所以包含ColorDB 啊 那資訊 然後還有一些 還不錯應用的東西的 供應商 就是服務的供應商 也一起來了 那 就是這一次我覺得 就是他們做的一個 蠻好的地方 是就是他們在事前 他們其實有把 就是他們 雖然是媒體 他客送 可是他的 就是他 他有把幾個挑戰 辦的蠻清楚的 所以包含 其中有個挑戰是 想要用聲控的方法 去控制媒體 另外一個挑戰是 地圖 另外一個挑戰是 視覺化等等 他每一個挑戰都寫的 非常非常詳細 然後就是 其實這個 這個東西是幫你電視台 委託一個 美國在做 美國Pandata的公司辦的 然後這個 美國的公司 他其實寫的 非常詳細 然後尤其是 譬如說 這個挑戰 他的背景大概是 什麼樣東西啊 他的內容 會用在就是 電視台的什麼地方 然後 他的use case 大概是什麼東西 然後 可能 需要考慮什麼東西 以及他會提供的 資料是什麼 然後 資料像是說 你有什麼樣的服務 可以常好看 然後像是我自己 對媒體可能 就是有點關心 可是我自己在看他們 就是12個不同挑戰的時候 我自己自己 從他們背景資料 其實都學到 超級超級多東西 所以假如大家對媒體 有興趣的話 其實大家可以參考一下 他們這邊的 所有挑戰都放在網路上 然後我覺得 寫的就是 準備的真的 非常非常不錯 其中幾個 我剛剛有提到說 其中幾個 有幾個還不錯的服務 也是我這次學到 其中有一個服務是說 就是你把一個 英文的文章 丟到就是這個服務裡面 然後他自動會截取說 這個文章有地理位置的部分 所以包含是 譬如說 地址啊 或是國家名啊 或是鄉鎮之類的名字 然後 所以你把文字丟進去 他就會丟回你好幾個地名 那你接下來下一件事 就可以做 就是自動 每一個文章 你就可以自動配上一個地圖 說這個文章 其實在描述什麼地方 另外一個 我也覺得蠻酷的服務 是這個叫 Web.AI 他可以做的東西 他就是可以深控 然後深控的意思是說 你可以隨便跟他講一些 就是 就用對話的方法跟他講 然後他就會吐出一個格式化的JSON 給你的 就是網路服務 所以你的網路服務 就可以直接 就是他等於就把你的 語音變成的地方 就是幫你做掉 那你網路服務的部分 就可以直接 直接 直接 直接有語音的部分 然後 就是 這是大概會場的資料 快速就幾張照片 然後 這裡是會場資料 然後 食物 這邊我拍得蠻晃 然後 然後隨參與者蠻酷的 就是其中有一個參與者 或者是Twitter的一號員工 然後還有來自於 就是世界上各地的 就是其他的地方 那這段講專案的部分 所以 專案的部分有幾個 我覺得就是 我在這邊大概 show個30秒的東西 然後 假如沒有興趣的話 你們可以參考 HIPAA上的那個 就是連結 所以像是第一個 這一個東西是一個 就是你可以 新聞編輯器 然後 所以這個新聞編輯器 可以做的東西 就是你把新聞 貼到這個編輯器上 然後他就會自動去撈說 你這一篇新聞 就是出現哪些主題 然後這些主題 就是可能他從 維基百科 從他們的那個 就是 煩惱電視台的API 就自動抓說 這些主題 哪些 公開的地方 已經有東西了 所以有點像是 你想想看一個記憶者 在打這個 在這邊你現在打東西的話 他們就自動出現 裡面的所有主題 跟所有主題相告的連結 然後你可以看更多的地方 所以這是啟動 第一組的 有一組的應用 另外一組的應用 是用聲控的 所以他們就做了 他們就做了一個APP 然後你可以看到 他就直接對這個APP 就是對話 然後他就串接剛剛的那個聲控 他就會一直都在說 就是比如說 告訴我今天 今天的聲控 所以有一點想像 現在他們在做的東西就是 他們把那個語音串接好之後 所有人就只要對 就是他們語音問說 比如說我想看新聞 運動新聞 想像你在開車 然後你沒有辦法直接看今天新聞是什麼 然後你直接跟你的手機說 我想看運動新聞 他就直接去找今天的運動新聞的API 然後他就直接在念給你這個東西 那這個東西可以做 就是因為剛剛有提到的就是 有一個網路服務網 就是英文的語音電詞都做好了 那另外一個就是這個也蠻酷的 叫做Perspective 然後他做的東西是 他是一個套件 然後他可以在你看不同文章的時候 他可以列出說 像他這邊他就會自動列出說 跟你相同觀點跟你跟你不同 跟這篇新聞不同觀點的東西 那他怎麼做不同觀點的東西呢 他就去掃說這個頁面上有出現的字 然後比方說他是關於石油有關 那他出現哪幾種關鍵字 那這就是這種關鍵字 在一個就是Walmart上 他可能跟另外幾種關鍵字的意見 他是距離很遠 所以他們意見可能是很不一樣的 然後可能譬如說 另外這篇新聞 可能就來自於紐約時報 所以比方說 就是你可能在看一個 就是石油新聞 你就會看到 一方面你可以看到這樣的東西 可是另外一方面 你可以看到跟你距離很遠的東西 然後就知道說 你有不同的就是論點這樣子 那最後一個快速demo 就是我們自己做的東西 是做一個視覺化工具 那這個視覺化工具 你可以做的東西 就是你可以選擇 簡單的檔案上傳 是比方說這邊 我現在選擇一個 我現在選擇一個 地理資訊的抗議資料 然後我選擇一則故事 所以這兩個檔案分別是 比如說一個是有 就是故事線的 然後另外一個是有地理資訊 然後你就可以上傳之後 你就可以 你看他這邊上傳之後 他就可以自動產生 就是一個圖表 然後他就是 有點像是 你就自動可以產生一個工具 然後他這邊 就會是說 南非的抗議事故 然後你就可以看到說 比方說 南非的抗議 很少發生在禮拜天 很多發生在禮拜一之類 然後你就可以 就是有這樣負重的故事線 這樣子 然後就是這個 就是 報件我們也有做 像是比如說 你可以做 比如說 有點像政府預算這樣 其實他可以自動中取 那一樣也是 就是 就是你只要上傳故事 上傳資料 也可以自動做這些東西 所以快說這樣子 然後就是 謝謝大家 額外給我設的時間 然後最後最後一個 要講就是 就是中東其實是蠻酷的國家 他們雖然有做開放資料 可是在他們開放資料網站上 他有時候講 你剛才用開放資料的話 你會被抓去坐牢 然後實際上我們 80個參賽者 有一個人 在開始前一天 突然說他被關到牢裡面了 然後所以 你們所有人都要想說 好把他營造出來 然後所以等等的東西 然後他們的人行造的招牌是這樣 因為他們都是穿袍子 所以是一個穿袍子的人在做 就蠻酷的 OK 謝謝